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无人机飞上高空捕捉美景 又或者是用在救灾查器都是非常重要的工具 新竹县政府为了满足玩家与专业人士的需求 在竹东镇头前膝高摊地设置了大新竹地区首座无人机考试和训练场 占地4000平也正式启用了 穿上影集由于游戏的角色服 启动遥控无人机缓缓升空绕场飞翔 新竹县政府争取在台68县北侧竹东镇头前膝高摊地设置 大新竹地区首座的无人机考试和训练场已经正式启用 无人机的这些城市设计在我们的学校里面也会发酵起来 让大家来投入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足科的很多产业 也跟我们无人机的协会都来交流 那除了产业之外 我们的大学包含了这些中华科技大学 明星科大 闽石科大 对这些产业都非常有兴趣 所以它也是产观学研的一个合作的机会 我们的无人机正式升空 大家抬起头来挥挥手 无人机考场正式启动 展示缩小版的缤纷飞机与战斗机形象 大新竹的玩家终于能就近考试取得症状 选定在头前膝高摊地不仅没有空域管制 空旷的场地更好操作 在基本和专业等级区分两个场地 占地四千平 也画有特殊的标线 在考试的过程中都能清楚的看见 考量新竹的风向 两侧也设置了考生站位区 未来还会建置四座与考场同个规格的训练场 提供民众考前使用 做测验的时候 其实逆风是比较不好飞行的 所以如果风比较 风向是比较有利于考生的时候 考生可以选择在这个方向来做考试的一个动作 那这样子也可以协助考生在这方面会比较容易通过 好那当然右边我们现在有一块大草皮的一块区域 未来我们会用基本级的方式 也是用架高的方式 在右边做四座训练场 无人机可以记录美景 也能救灾测量防止偷到废弃土方的案件 而目前考场以大新竹地区的民众及会员 线上申请入场试飞为主 取得飞行卡一天至少有两个小时的场地使用优先权 预计在12月开始事半 年底全面开放 但尝求其实有30是神谣绿 Michael 以及蒙燉的古典 这字幕的据作用